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关心了未来动车所的发展方向 我想一方面我们会朝着系列化的方向发展 目前我们的研发团队正在基于 时速350公里初心号的基础上 研制250公里和160公里的自主化的 动车所的系列化的平台 在我们将适应不同的运行环境 不同的地址条件 不同的速度等级的要求 另外一个方面 动车组还会朝着智能和绿色的方向发展 我们会按照铁路总公司 可以打造智能精章精品工程的要求 同时兼顾2022年冬奥会的要求 研制精章智能高铁动车组 我们会在更加节能 更加环保的新技术和新材料方面继续应用 另外我们还会在这个动车组上 实现自动驾驶功能 也就是说从列车启动加速到减速停车 司机只要按一个按钮 就都可以完成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